臺灣軍軍議論壇 就是我們的一份心力 做一點事情 那我今天在2013金明經濟公會在這邊能舉辦 首先我要感謝縣長 縣長在3.18號的大力支持之下 我才有這個動力再繼續走下去 如果縣長沒有支持的話 我第一步就好 就好 停止了腳步了 感謝你 那我要再感謝我們金明大學的下長 李金正下長 他在2018年我們提出金夏特區的時候 就在金明縣政府他就參與這個議題 所以這個議題是他繼續支持的延續 那今天他所提供的場地 還有所有的公讀生 還有我們的獲勤的資源 通通是我們金明大學提出的 更要感謝是我們金明大學的大一的學生 喜文燕 今天的大福設計 跟那個我們的封面 封面的設計 都是我們金明大學大一的學生所設計 我都希望把這個榮耀留給我們金明大學 把這個學生培組成為一個我們未來的像 武寶春啊 這種國際級的這樣的一個選手 他現在是 那個從基層就開始的設計前 他有資源隊 又有大二大三大四 也有可能就是一個設計大師嘛 所以我們台灣經濟的出去培植這個破鏡 把這個榮耀留在金明 那我要更感謝的是我們邱福生董事長 我這次能很有信心的走下去 是我們跟邱福生董事長做了三個小時 面對面 販賣萬的對談完了以後 我非常佩服他 他整個胸襟跟隔疾 所以 今天 這個 這個場面本來說 我們邱董事長說 他在這邊投資不方便出席長癮 我 近我最大的 跟他報告說 我們是從公的出發 不是從私的出發 他才勉強勉勵地來長癮 但是他絕對會支持我 但是從他今天 所重視的程度來講的話 那真的是 我要為國家感到 有這種人才的話 是國際級人才 那 他跟我講說他使領某一件 每個類給他做 用十點就做得很好 那我 我如果就這樣講的話 今天就有了 他這十點在 今天要磨一件 這個以後就是一個VOT 非常可能 非常成功的典型案例 接下來 我要再來感謝我們 李美東董事長 在這個 我們安柔方塊的邀請之下 來大力支持 我們今天的 2013經濟高翁會 那 我今天 台灣競爭論壇 除了在這邊辦 2013經濟高翁會議外 我們 8月5號 那個要在 苗栗 辦苗栗 經濟高翁論壇 那 劉正宏 現場他已經 跟著傳了講信 他希望我們在 8月5號來辦 另外 我們台灣競爭論壇 六多年慶的時候 會辦 第四階兩岸競爭論壇 我們這一屆想要邀請 我們海學會會長 陳英利 過來專題演講 因為第三階 我們在青島辦的時候 有請我們海紀會董事長 將評分到青島裡面去 我們現在做的是對等的交流 對等的交流 然後 我希望 我們安 會計師 方會計師 繼續支持我 你一路走 始終如一的支持我到底 那我們要到 苗栗去呢 我希望你也把林董事長 那一筆都沒有帶過去 我希望把九號副政協 董事長你也再繼續支持我 我的理念非常簡單 我們就是要立足台灣 跨越兩岸 放眼全球 作為一個民間智庫 就是要激動又靈活 就是要有執行力 提出政府所不敢提出的問題 我們要走在政府的前面 三年到五年 否則我們就沒有競爭力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現場 你有需要 那我們把台灣晶晶晶論壇 做你的霍盾 就這樣 我們把我們兩位 莊女啊 手心手心連心啊 如果能一起的話 那金美就是有福氣了 那接下來 我們就企業界的 我們的支付界 在做你的霍盾 那金美呢 就是一個戰略的一個要點 就是亮晶晶的鑽石 那我希望是在政策解套 所以我報告邱董事長 最重要的還是政策 給政策 這個金美就是亮晶晶的一個大門 就是金色的大門 就是金色的大門 我們今天設計的 就是為什麼用這個 就是金色的大門 金色的大門 開啟金色的大門 那通向兩岸之間 唯一的一把金色的鑰匙 謝謝 謝謝各位的家庭 感謝你們 謝謝